继续来关心四眼利益生动亚洲的消息 那昨天呢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向您详细地介绍了 生动亚洲中国赛区的歌手常石磊 而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关注一位实力歌手孙伯伦 原来呢孙伯伦在来到生动亚洲之前呢 他无论是在体型上还是在唱腔上 都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这些变化究竟有多惊人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看着眼前这个胖胖的男孩 电视机前的您或许觉得似曾相识 照片上195斤中的男孩名叫孙小亮 入歌年后孙小亮换了一个新名字孙伯伦 以轻瘦的身材走上了四眼利生动亚洲的舞台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那个曾经肥瘦的孙小亮 蜕变成现在的孙伯伦 一次采访中孙伯伦诉说了曾经因为身材问题 而受到了困扰 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我永远是这个媒体和观众的这个视线以外 然后每次采访的时候 我就特别 我准备好我所有的问题 我就特别渴望那个主持人来问我 然后我求求你来问我 然后观众我特别特别渴求 他们能来找我拍照 但是好像一直就是你在外面 既然外形无法吸引别人 孙伯伦便想要在高音上下功夫 以为这样便可以做一名实力派的歌手 其实我本来唱歌是很中音中低音柔情的 但因为以前的那个 自己的形象不是很满意 所以就希望可以在歌声上 找到一个给自己加分的点 但是没找到合适的地方 只能觉得标高音 可能会显得比较有实力 然而做一名实力派歌手 并没有看上去风光 在酒吧唱歌以此为生时 他不得不在一晚上连续吊着嗓子 喊出十几首歌 苦不堪言 我记得十一二首歌当中 只有有孙男的歌 赵传 张雨生 信乐团 就我一晚上要 而基本都是原调 我基本一晚上要唱这样的歌 然后喊一晚上 然后才能赚到两百块钱 怀揣着音乐梦想 孙伯伦曾在2011年 前往台湾地区 参加当地最出名的选秀节目之一 超级星光大道 并幸运地斩获了亚军头衔 然而好成绩 并没有给孙伯伦带来更多的机会 连生存都成了问题 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唱片 我没有得到我的合约 然后我完全没有任何的 可以让我赚钱的 跟音乐有关系的事情 我记得我回来 我第一份收入是 帮电视 电影的试音 配音的试音 我记得是龙门飞甲 然后试完音以后 没有什么结果 但是他给了我二百块钱的 这样的一个试音费 我当时拿这个钱 我又没吃饭了 我就想我要吃什么 我吃点好的吧 我又舍不得 然后我就转呀 在旁边转 找了一家面馆 我记得我当时是喊着眼泪 把那十块钱一碗的面吃完 坚强的孙伯伦最终还是从人生低谷中挺了过来 成功瘦身 改了名字 以全新的面貌走上了生动的大舞台 然而孙伯伦飞高音 我心里没有燃烧起来 我觉得波伦略显 单薄了一点 在音色的表现里 孙伯伦的表现太过于冷静 在几位音乐评论员的打磨下 孙伯伦醍醐灌顶完美蜕变 他在亚洲区的完美表现 让挑剔的评论员们赞口不绝 如果你愿意一层 一层一层地拨开我的心 你会比赛 你会流泪 只要你能听到我 看到我的全心全意 真的是建许家境越来越好 其实有一段时间 中间的时候我还会有点担心 但是现在看来 你确实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情感的表露 跟你的声音的 整个的自然的程度 非常让我觉得很感动 当你唱这五歌的时候 我们只能看来看去 因为刚才你不是在比赛 你是在把你生命中的情感 用呐喊的方式交回给我们了 谢谢你 谢谢 娱乐新天地为惊人顾寻上海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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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